字幕志愿者 周圍 今天在我昆頓身邊有宇光 又是阿昆 你好阿光哥 阿昆哥你好 今次會開心和你聊天 而且亦知道你開展示範 11月4日在紅館有你的宇宙巡邏演唱會 是的 其實這次我們隔了疫情 很久沒有娛樂給大家 這次你再開演示的時候 其實你有什麼想在演示上跟大家分享 在演示上有什麼分享 是很難說的 在演示上是唱歌 要唱給大家聽 唱給大家聽 不是講給大家聽 這個演示會有很多 以前沒有那麼多元素的東西唱出來 很特別的 有說唱歌也有說唱很多 因為這次的演示是年輕人多 長者少 所以要唱多些年輕人的歌 OK 因為《知悠韻光》一直唱了很多年 其實你自己的音樂庫裏面很新增 在早幾年 不知幾年 十幾年開始 都已經有一些Hip-Hop、Rap 和不同的Rapper去合作 其實剛剛早幾個月都有一首《Dim》 讓大家聽到很爽的歌 一些很在潮流當中的東西 其實你自己在音樂上的養分 不斷都會更新的歌 你聽到很新鮮 因為我與時並進 社會流行什麼 流行什麼歌 就是聽什麼歌 所以這次最特別的是什麼呢 我從來都沒有唱過情歌 書情歌 我只是唱那些 要是唱粵劇 要是粵曲 或者是粵語時代曲 要是國語歌 要是Rap 歌 這次特別 我要唱那些年輕歌手的歌 例如AI的歌 即是AI 韻光 這次不是AI 這是真韻光唱 其實是否因為受到AI事件的影響 才想到 其實都可以嘗試唱這些書情的歌 簡直是影響 因為近這幾兩個月 全香港說來說去都說 AI 韻光 為什麼這麼多歌手他不用 是要用我的聲音呢 那就多謝他 AI 韻光 搞到我要學他們唱那些情歌 變化很多 我初來香港 就要唱國語 為什麼 當時沒有粵語流行曲 從70年代 唱到74年 都是唱國語 幸好四年之後 有粵語流行曲 那時Sam的歌 鄭鎮唱歌 很流行 有這個機會 我就可以發揮 唱語是我的強項 由那次 第一支唱碟 收集了十四座 大家都吃 開始 韻光有唱碟出了 以前很厲害的 出一支唱碟 這麼容易被你出來 黑膠唱碟 那時還要在不同地方唱歌 甚至有一個稱號叫廟街歌王 廟街其實是一個很發揮的地盤 一些很貼地的歌曲 會在你身上找到 但其實一直在那個年代建立了那個 那個 image 但你又可以一由廟街唱到上紅館 其實很早期你已經上到紅館了 這件事也有趣 當然有趣 你由一個直直無名的 從越南來的 初初唱國語 真是很辛苦唱得 因為我的發音不准 唱了四年沒有什麼出色 幸好一由越南歌 十四座開始 我的唱點不停一直收 收到現在說唱紅館 紅館是九一年開始的 九一年一年我唱了三次 然後紅館之後 又有Rap 歌 九七、九八 九到問 又有一首小李阿爸的Rap 歌 又是轉換第二階段 所以我轉了很多階段 現在又要唱年輕歌手的情歌 因為我轉了多少 你不斷被挑戰自己 對呀 音樂上對你來說是玩多一點 還是怎樣呢 因為我是愛好 我要克服他 因為我的人很 怎樣呢 硬的 歌聲的 你說我不行 我是要做到他行 應該沒有人說過你不行的 有很多人都說我不行的 你唱這些不行的 不行我就唱給你聽 初初Rap 歌就說我不行了 Rap 給你看 其實要去唱Rap 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以前 當粵語流行曲 這樣計算 會不會數百欄 其實是否相似的 相似的 只不過他多了音樂 好聽很多 你數百欄的時候 只有一個歌曲 歌曲當然是很悶的 但有些Hip-Hop、Disco、音樂 都可以打下去 而且Rap 歌曲 跟白欄不同 白欄是一拍一拍 很齊整的 Rap 歌曲是N-版N-版卡拉卡拉 難Rap 很多 但我都Rap 到 你都轉言了很久 一次不可以是十次 十次不可以是百次 其實在那時候 你要有一個 這樣的轉型 或者叫做 新潮一點的東西 在自己身上 但其實新潮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為何當時會選擇是Rap 不是我選擇 是環境逼食 環境逼食 因為我是唱歌賺錢 有錢賺你不唱嗎 他說Rap 歌 我照樣出糧給你 出多隻唱片有甚麼不好 當然好 因為我從七四年 從黑膠開始 出到現在的唱片還有 Yes 沒有一百 也有七百十隻 那麼多 很厲害 那時候要轉型的時候 其實也開拓一個新層面的聽眾群 聽開你那群 應該又不是很接受到你去Rap 但同時又吸引了一堆年輕人來聽你 那變化你自己怎樣看 變化很大 因為Rap 歌的年輕人喜歡聽 年長那些也不喜歡聽 所以我便 變化就是我吃兩家茶禮 左吃右吃 第三道都吃 你喜歡長者聽熱曲也有 然後聽時代歌我也有 你喜歡聽Rap 歌我也有 甚至乎現在 我從來未唱過那些情歌 我都要做給你看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因為受到AI事件影響 原來唱情歌的話放在韻光身上 會有什麼感覺呢 AI那些是假裝出來的 本尊在旁邊 那你開始練習了嗎 練習很久了 由 好像八月開始 是否八月呢 不是 六月開始 六月八日 我剛剛從越南回香港 就做一個AI韻光出來 我什麼 AI是什麼我都未認識 原來AI就是 中文叫什麼 叫做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在那時候我才知道什麼叫AI 接著就聽聽AI人 學我把聲音來唱 他拿了其他人的很出名的歌 用我把聲音來唱出來 挺有趣 挺好玩 有很多不同版本 聽起來有些是相似 有些人不太相似 但其中有一個是相似八九成 哪一種 你老爸索契 他拿了我在洪館 唱小利亞爸的舞蹈 和我一套Rap 他放在你老爸索契的歌上 我看 不是我來的 這個人是我 我還沒唱過這首歌 挺相似的 好的 其實自己受到那個影響後 我發覺原來有些新東西可以玩 原來放在自己身上都可以試 現在就是在練歌 在演唱會上表演給大家看 這首歌我收了音樂 我自己聽過 原來我也可以唱這些歌 我聽到有幾抒情 接著我們會拍他的MV 演唱會一定會唱 好的 其實當你聽到有AI這個穩光出現 因為AI可能人工智能 找電腦合成一些聲音 去扮演歌手 其實本磚也在 為何要扮演呢 你見到這件事是有趣、有趣、開心 開心還是會有一點不尊重還是怎樣 各種都重了 又有趣、又開心、又滿意 但不喜歡是甚麼呢 他有時候醜化了我 加了EAR 我真的不會加那麼多 我會有沒有那麼多 是很適應的地方才可以加的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創作 是的 在歌曲的想法 你11月聽聽我唱 我會唱AI的歌 不是這樣唱的 OK 入11月的時候入場看演唱會 就可以聽到穩光 去唱那些用AI唱的歌 究竟的分別在哪裏 本主會怎樣去演繹呢 到時就會在紅館裡聽到 請我的觀眾來做評判 嗯 其實自己繼續現在去 將要有演唱會 當然要去彩排 要去學這些歌 但是新歌方面 自己還會不會做呢 會 我現在有一首新歌 剛才說了 書情那一首完全是全新歌 是全新的 譜是全新的 歌詞是全新的 OK 即是接下來就會有一首全新的 書情漫歌 有什麼得意成就 好 那我們就要等著這首歌的面世 同時間大家要留意著 11月4日在紅棍有雲光的演唱會 好 多謝光哥和你分享 多謝 好 多謝阿坤 多謝 拜拜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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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